來看六歲仔跟後米上國交 將是基本一張大規模 換換人的行動 後米跟換 換得多到晚上三十十六歲仔的 換人放出來 六歲仔也交換十來 向季控成為 換得的後米民眾 美國的拜登政府是認為 這是外交的勝利 不過有待在國外的六歲仔的 學者有不同的看法 聽著董事 讓六歲仔放出來的消息 美國法治家一部的辦公室 是時間出現大聲歡喜的發肖 在起伯娘家準備回鄉的隔壽科為期 表情看起來很輕鬆 歷史的中間也出現在牧師科 以後一年在斯洛維尼亞 他感到罪名給你的杜爾作夫 女兒母 還有兩位未成年的小孩 做幾乎進去北洞基 接受六歲仔總統普廷親身用舌 這次六歲仔到後米換換人的協議 規模很大 是最當時1925年 中蘇聯集團還有四方 有賣二十九人的交換 這次六歲仔同意釋放的後米人數 幾乎十多人 包含 換換一家一部記者 隔壽科為期在來 有的是讓季控做隔壁的活動 有的是讓六歲仔認定 選黨換政府結段訴訟 後米同意釋放的十人 除了杜爾作夫 女兒母之外 也都讓季控進行修正進步 甚至暗殺的行為 前對換換人的成功 米國除了表示歡迎讓釋放回國的人 也說這是拜登政府 外交的一個大勝利 如果在議台里的六歲仔 政治學者認會 那尊民主黨的定義想要用這次來優勝 給金螺選情 可能是行使並夠創毫喔 這次進一步進出 六歲仔動議釋放一些意義人數 其實是感覺他們在國內政治影響力的手段 後米同意換換人 其實是落入六歲仔的款式 如果稍後的政治效應是怎樣 還要觀察 公司新聞七家人便宜